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的 双方便手请坐 那么接下来请允许我为大家介绍本场比赛的各位评委 我们荣幸地邀请到了北京市高鹏律师事务所一级律师南京市人民政府顾问曹丽先生 北京卫视我是演说家节目亚军曾参与多档现象级电视网络节目策划和制作 人气最高普法博主陈秋实先生 2002年日历杯全国名校大学生辩论邀请赛冠军 深圳卫视最强变手第一季亚军景毅先生 武汉大学前队长2017年全国大学生禁读辩论赛冠军 山海杯国际辩论邀请赛亚军 前通杯国际辩论邀请赛亚军刘灿先生 争名辩论网副站长大连理工大学辩论队教练 第二届中华辩论联赛冠军 第十届华语超级联赛冠军 全程最佳辩手邹文启先生 让我们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感谢 欢迎各位评委老师 有人说明星光鲜亮丽相貌出众 有钱有人脉 他们能获得普通人一辈子都无法起习的财富与掌声 也有人说人们只关心明星飞得高不高 却无人问他飞得累不累 那么做明星到底幸福吗 期待双方辩手为我们带来全新的诠释 本场比赛的辩题是做明星很幸福 还是做明星不幸福 坐在我右手边的是今天的正方 来自上海俱乐部代表队的选手 他们的观点是做明星很幸福 有请他们做自我介绍 大家好 正方一辩王松阳 正方二辩唐梦 正方三辩杨浩 正方四辩红泽天 代表上海俱乐部问候在场各位 大家上午 欢迎正方的选手 坐在我左手边的是今天的反方 来自广东俱乐部代表队的选手 他们的观点是做明星不幸福 有请他们做自我介绍 大家好 反方一辩李金林 反方二辩陈慧 反方三辩黄浩 反方四辩钟志浩 写广东俱乐部代表队问候在场各位 感谢反方 欢迎双方队伍的到来 在比赛开始前 我将对提示铃声做出说明 各环节剩余30秒时将由以下铃响 时间还剩5秒时将由以下铃响 各环节时间用尽时提示铃声如下 此时请停止发言 本届世界华语辩论锦标赛采用均和赛制 每个大环节结束时 我将询问双方是否采用齐席 双方需同时举牌示意采用或者不采用 那么我们马上开始本场比赛的第一个环节 开篇立论 首先有请正方一辩阐述正方观点 时间为3分30秒 有请 好 谢谢主席大家好 很高兴今天跟大家讨论一个关于明星的问题 明星它是一个宝利词 我们通常认为明星是拥有很多人关注的这么一个群体 比如说蔡徐坤 刘德华 刘翔 姚明 这些人他们在自己的领域当中做出了很大的成就 被大家认知认可 这样的人我们通常认为他是明星 所以明星实际上基本包括两个特性 第一个特性他们是有钱 中国top 100的明星年薪最低有2500万 那他第二个特性就是有很多人关注 如果连几个粉丝都没有 那他算什么明星呢 对不对 所以幸福实际上我方认为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 我们认为明星在这两个层面上面都很幸福 首先在物质层面上 物质的部分当中 明星的身份给了明星带来了比普通人更多的选择 其实选择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资源带来的享受的方面 明星的收入很高 这意味着什么一记红尘非子孝啊 什么一日看尽长安花呀 这都太容易了 隔三差五去个巴厘岛 偶尔有空的时候去布拉格喂喂鸽子 找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买个三五个壁鼠山庄 所以有钱能够解决的问题对明星而言都不是问题 关于享受这件事情 明星的快乐你想象不到 而除了资源带来的享受之外 更重要的是明星可以用更多的选择解决面对的困难 他们觉得面对的困难的办法更多 解决困难更容易 那这个困难不仅仅包括大家 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面对的困难 实际上也包括明星在他这个属性给他们带来的困难 明星作为演员的这个较高的层次 他对于无论他接触的人员也是各行各业当中较高的层次 那么无论是本行业当中的强强联手 还是包括金融行政等各方面的人脉关系 明星接触到的人有足够高的地位和足够大的权利 明星可具备的选择的范围也就足够多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比如生孩子这件事情 纳婴生子五天可以十二万 王妃二贪十一点五六万 离子产子入院每晚高达两万的豪华套房 那他们将生子的痛苦和危险降到了最低 那么再比如 对于粉丝为追堵截这件事情 明星可以雇佣四人保镖和保安保团队 那对于偷拍这种事情 他们可以雇佣私家侦探和著名律师 有人脉有资源 很多普通人面对的问题 明星甚至遇都遇不到 所以世界上大家面对困难 而明星的资源和财富 意味着明星解决问题的办法比普通人多得多 他的烦恼也少得多 他们很幸福 除了物质之外 还有精神层面 精神层面也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叫做自我实现感 绝大多数的演员都想成为明星 每年中戏上戏北影 中戏上戏北影一望五千的新生 有几个不想火 那么实际上成为明星是他们梦想的实现 就会获得巨大的成就感 每一个梦想实现的人都很幸福 精神层面的第二个部分是关于成就感 每一个人都渴望自己的成绩被认可 自己的付出有价值 自己的产出有关注 明星也不是一开始就是明星 他们也是从龙套演员开始的 那他们成为明星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做得好 他们或者创作出了优秀的作品 或者在赛场上为国争光 被大家流传认可 才从默默无闻的小角色变成了大明星 每个人的鼓励和关注都是对他们工作的认可 对他们这种人的认可 就会带来极大的幸福感 以上 我方认为无论物质和精神 明星都很幸福 谢谢 感谢正方一变的精彩发言 接下来同样有请反方一变进行立论 时间为三分三十秒 有请 不好意思实在扣不上 谢谢主持人大家好 今天我们讨论明星幸福不幸福 其实首先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不是明星不是幸福 是我们都不是明星 怎么讨论他们幸不幸福呢 你说他幸福吧 那会不会叫做东宫娘娘摊大饼 你完全想象不到他有多幸福 其实他比你们描述的更幸福 可是我方说他们不幸福吧 那会不会是 我们都没吃过葡萄 怎么知道葡萄酸呢 所以今天我方希望 用一个更客观的 一个更朴素的标准来判断这个事情 如果一件事情是幸福的 那一般人一定乐意去接受这件事情 做这件事情 如果一件事情是不幸福的 那一般人一定会找到拒绝 做这件事情的理由 所以我方今天认为明星不幸福 为什么 因为我方发现有两个理由 让我们一般人拒绝做明星这件事情 第一个是隐私 第二个是没有退路 什么是隐私 个人层面其实很好理解 就狗仔队 不用举太具体的例子 我们看到周杰伦啊 林优佳他们都有发生过媒体的冲突 但是更让我们无法 更让我们拒绝做明星这件事情的 不是个人层面的隐私 而是对家庭的拖累 今天刘德华隐婚20年 20年自己心爱的妻子 没有名正言顺的名分 今天陈冠希他带着自己的女儿在日本逛街 竟然被中国的播主追着拍 而且还挑衅他 今天黄晓明的小海绵 他被人拍完之后还被媒体骚扰 如果是我 我也会很愤怒 像黄晓明所说的 我要跟你死磕到底 像陈冠希所说的 你们搞我就好 不要搞我的女儿 今天我们为什么拒绝做明星这件事情 第一个很重要的理由 我们发现一件什么事情 对于明星来讲 如果他想要有正常的家庭活动 很容易造成媒体对家人的伤害 如果要保护自己的家人和伴侣 就会减损自己的家庭活动 家庭关系 所以我们认为作为一个一般人 我们很难接受一件事情 叫做要牺牲自己的家庭和生活 来换取当明星这件事情 我们拒绝的第一个理由 第二个理由 退路 什么叫没有退路 是因为当你当成为明星之后 这件事情其实等于是一个 戴在脸上面具 一辈子都扒不下来 你知道为什么吗 如果是一个明星工作累了 我能不能随心所欲 在路边抽根烟 不可以 郑爽的经验告诉你 你抽烟 被人泼上微博 你怎么能抽烟 青春育女的 没了 那我能不能 哇 我为了抽烟 我不想再干明星了 我辞职可不可以 对不起 你可以不当演员 但你永远无法不当明星 今天香港TVB 有一个不太出名的 专门演外国警察的配角 叫何图荣 他现在在香港摆地摊 卖首饰 他已经不太出现在镜头前面 但依然被媒体追着 做专题 把他挖出来 哇 你看当年这个明星 现在如今多么落魄 也有媒体说 哇 你看当年这个明星 现在多么努力 但是他永远 做不了一件事情 摆脱明星的身份 即使他已经不在那个舞台上 所以当我们选择明星 这个路子之后 我们就一辈子都会 绑上明星的身份和注视 我们再也没有办法 回到那个 尽兴地做回自己的 这一条路 所以基于以上两点理由 我们觉得一般人来讲 看待这个问题 永远不会 会选择拒绝做明星 一个 没法尽心地在做自己 谢谢 不幸福 谢谢 反方一变 那么第一个大环节 结束之后 请问双方是否采用其席 请举牌示意我 好 双方都选择了不其席 那么接下来 经过双方面手的第一次交锋 相信大家都已经对正反双方的观点 有了初步了解 让我们马上进行第二个环节 博论 首先有请反方二变进行博论 时间为两分钟 有请 谢谢主席 我们来看一下 对方便有今天的立论 告诉我们什么 第一个点 他告诉我们 明星 他有很多的选择 他告诉我们说 物质上面 他可以享受更多 但是问题是在于说 他有 这是有钱人的幸福 不是明星的幸福 明星 他有钱 但是他能不能自由地 去做这些选择 今天我有钱 我可以去买奢侈品 可是对于明星来说 可能会被狗仔说 今天他的品位不怎么样 他的身材管理做不到位 有钱 对于普通人来说 可以花在自己想花的地方 可是对于明星来说 有钱 他不一定能够花在 自己真正想花的地方 第二个对方便有告诉我们说 他可以实现自我的实现和梦想 他可以得到别人的关注 在他们看来 这个很幸福 可是问题是在于 明星之所以为明星 是因为他们要讨别人喜欢 讨别人喜欢 是他们成为明星的 最重要的途径 也就是说 在讨自己喜欢和讨别人喜欢的 这件事情上面 永远永远 要选择的是 如何更好的讨别人喜欢 这就说明什么 可能我今天想要做一个自由的 我有表达自己情绪自由的人 我想要做一个 我想做一个歌唱家 我想做一个舞蹈家 可是问题是 我的粉丝希望看到的 并不是这样的 在这个时候 只要我还想获得 大家的关注和喜欢 我就要往大家喜欢 但我自己却并不那么喜欢的 那个路上不断地去努力 这叫自我实现吗 这叫梦想吗 这不是 这是成为了别人眼中的那个人 但是那个不是明星自己 作为普通人 尚且能够想要自由自在地做自己 可是对于明星来说 这已经成为了一种奢望 对外面有些人还告诉我说 这很幸福 谢谢大家 好的 谢谢反方二辩 接下来有请正方二辩进行博论 时间同样为两分钟 有请 谢谢 对方别友今天怕是对一般人有什么误解 对方别友说 一般人不想当明星 但我们可以看到 每年议考的时候 多少人求着在那边排着队 各种各样参加的训练 就会有一个当明星的机会 明星是什么 明星不仅仅是文业 娱乐业或者体育业的从业人员 他们更是这群人当中最顶尖 最精英的一分子 他们既有财富上的成就 也有名气上的成就 也有很多喜欢的粉丝 这是明星的必要条件 陈旧和明星是息息相关的 宁方说第一点说 一般人不乐于当明星 因为明星没有隐私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很多时候明星的隐私 是被保护很好的 宁方可以说 有些明星他们隐私会被曝光 那坦白讲说 普通人也会被人肉 人们关注普通人人肉的时候 很多可能带于恶意 但是关注明星的时候 有时候是带于善意的 我们就看到网络上 有些明星在那边说 自己家里遇到了什么困难 或者说自己父母 遭遇了什么问题 求名医帮忙诊治 这种时候是一方有难 八方相助 他的粉丝会自发的 纠集大家 去帮助他解决问题 您告诉我 在这种情况下 明星通过自己的能量和身份 为自己家庭提供了帮助 为什么是一般人 不愿意的呢 更何况来说 宁方所谓的明星 没有私人空 也是假的 今天我普通人心情不好了 我直接在家里 挨身叹气 可梁朝伟心情不好 他可以到飞到英国 去喂鸽子再飞回来 您告诉我 这样的放松方式 是普通人具备的吗 到底谁更幸福 第二点 您说退路就更不缺气了 我们看到有许多明星 退了之后依然非常好 汤维退了之后 可以当老球教练 黄日华退了之后 卖保险 可以身家数益 玉英泰秀才退了之后 读了两个博士 胡歌退了之后 依然去美国留学 关键是他们退了之后 回来想当明星 可以继续当明星 他们想不当的时候 依然可以 从大众事业里消失 所以在这个流量 流量爆发的年代 事实上是想当明星 而不可得 却没有谁 不想当明星 却不可得的 凝方最明星 怕也是也无解 谢谢 谢谢正方二变的发言 接下来有请 正反双方二变进行对变 时间各为一分三十秒 双方变手 均不可打断对方发言 由正方先开始 有请 好 当明星是主动的 还是被迫的 双方都有 然后请问对方变有 今天你说梁朝伟 不开心可以去喂鸽子 可是看到梁朝伟 就想要上去签名和合照 鸽子都跑了 他为什么呢 没有啊 梁朝伟就很开心 有粉丝 如果看到梁朝伟 没人认识他 怕他是更不开心 所以您告诉我 哪个人是被迫当明星的 被迫的意思是在于 他要被迫 做很多自己的事情 还是刚刚那个问题 有人关注是好事情 可是那些关注 带他困扰的时候 还是开心吗 很简单 什么职业都有困扰 那我告诉你 从事任何职业 我都有被迫要做的事情 程序还被迫写代码 那就根据您的说法 什么职业是幸福的 很好 那么其他什么职业 喂鸽子的时候 鸽子会被粉丝吓跑呢 那动物饲养员 这样说吧 就是今天您帮第一点 对明星本事的界定 就不确切 我想请问第二点 您知道刘德华母亲是谁吗 我不知道 好了 今天动物饲养员拿着饲料 鸽子会飞过来 梁朝伟想要去喂鸽子 鸽子会被粉丝吓跑 这在你方看来就是幸福的 可是为什么呢 我这样吧 我觉得您不能理解 就是明星本身这个职业 它就是有期待有粉丝的 我们现在只看到人家希望天天圈粉 你现在看到明星希望天天掉粉呢 没错 也就是明星想要得到自己的关注 是我们想当明星的 这个宁方的论者 那么今天明星得到的困扰 是普通人想得到的吗 不 当然 这个你为什么觉得它是困扰呢 我很奇怪 今天想有粉丝的明星有 想没有粉丝的明星 你给我举一个 对方便有 我们想要告诉你的是 粉丝给明星带来的困扰 是不是一般人也不想要 套用宁方一遍说的 您不是明星 您怎么知道它是困扰 所以今天对方便有也认为 今天这个粉丝给明星带来的 到底是幸福还是不幸福 我们双方都没有办法判断 对不对 不不 是您没有办法判断 我判断得很清楚 明星就是要粉丝的 不然你举个不要粉丝的明星 给大家听听 明星要粉丝 等同于粉丝 让他感觉到的一定是幸福吗 明星希望粉丝是越多越好 越少越好 当然是越多越好 可是问题是粉丝带来的 不一定是幸福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 这个给他带来的感觉 这个感觉是主观感受 并不是我们认为他幸福 他就一定是幸福的 对方便有 他有你没有的东西 你觉得他幸福 可是他也有 你不想要的东西的时候 那他是不是也不幸福 明星要粉丝多 粉丝越多明星是不是越幸福 对方便有经历的论证 就是告诉我 今天你想要的东西 别人有了 所以你觉得他幸福吗 不是啊 明星今天要他 他要粉丝多 他粉丝也多了 自己得朝所月 不幸福在哪里 所以对方便有 你是认为粉丝给 明星只会有好处吗 从粉丝身上播报的 他会有坏处 我跟你讲 我钱多了还会有坏处 还怕别人绑架我的 但你不要说 钱越多越痛苦 我怕也不承认 任何事情都有两面 一些会有好的一面 也有坏的一面 但我们从人的行为逻辑去判断 当你会希望 你是越来越想要这个东西 你希望它越来越多的时候 你自然会愿意成为它的负面 所以这并不是正面负面比不清 而是你比清楚 做了这个选择 明星就做了这个选择 他选择接受 这个可能的会 所以选择他的幸福 是因为他发现好的那边 比不好的那边更重要 所以当明星幸福 好的 谢谢双方变手 那么博乐环节结束之后 请问双方是否采用其息 请同时取牌示意我 好 正方选择了其息 请反方示意我 反方选择不起息 请问正方采用何种形式 深论 好的 深论时间为两分钟 请工作人员调整计时器 好 请开始 好 谢谢主席大家好 我们来看对方没有今天 给我们的幸福不幸福的 标准 我很喜欢对方的标准 对方说我们不是明星本人 很多时候很难判断 所以我们今天看 你乐不乐于接受这种现象 我们来判断这种现象 带给你的幸福还是不幸福 那么就套用对方的标准 来看一下对方的论点 对方没有刚才跟我们二边 纠缠了很久 关于粉丝对你的一些 在对方看来就叫做骚扰 在我方看来就叫做关注的现象 于是我们二边问对方二边说 那在这种情况下 明星希望自己的粉丝 越多越好还是越少越好呢 对方二边亲口告诉大家 越多越好 什么意思 明星乐于接受自己的粉丝 变得更多 明星乐于接受粉丝 对自己更多的关注 所以固然粉丝更多 可能对明星有困扰 但是在明星自己的利弊权衡之下 他还是觉得粉丝更多更好 所以粉丝乐于就这一点 用对方的标准 是不是明星自己判断 这件事情对我很幸福呢 所以其实对方没有 今天明方自己觉得说 哎呀别人对我有困扰 可是这件困扰 对我不幸福 但是我们讲 你要获得幸福 总有代价吧 难道对方没有认为说 只有我今天又要马儿跑 又要马儿不吃草 才叫幸福吗 今天一样被人拍照 刚才现在那个摄影小哥 拿镜头对着我 可是我一分钱都没有 今天一个粉丝 摄影小哥对着他 入账一百万 对方没有哪里不幸福 所以我们说 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 是这个世界基本的规则 很多人一分耕耘下去 都获得不了收获 明星一分耕耘下去 八分收获 所以今天我方不是只跟对方谈钱 我们也谈个人的成就感 对方没有 你一方自己也是变手 你一方总希望自己成为辩论明星吧 今天您跟郭航初在一起 走在那个校园里面 一群粉丝 说航初你都好帅 你能不能给我签个名 没有人理你 对方没有 那时候心里很开心 没人烦我真爽 还是心里有没有酸呢 所以看到没有 每个人总是希望 自己的努力 为什么不幸福 非常必要 您解释得我快 谢谢 好 谢谢正方三变带来的深论其席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第三个环节 盘问环节 首先有请正方三变盘问反方 一 二 四变时间 任意变手 时间为两分 对方一变 您方觉得唐僧 许道真经 信不信服 唐僧 许道真经 他是佛门子弟 不早相 没有信不信服的概念 好 二变 但您觉得他信不信服 我的意见跟一变一样 好 没问题 那您告诉我 如果今天也拿到冠军 信不信服 拿到冠军 信服 信服 一变 可是拿冠军 坦白讲 变手需要熬夜 需要秃头 需要爆肝 对方表 是不是也有代价 有啊 但是没有 我绝对为了这个代价 没问题 二变 所以我们至少达成一点共识 不管谁获得幸福 都要有代价 对不对 前提是可承受的代价 可承受代价 好 一变 那您方给我论证一下 明星的代价是不可承受 明星的代价不是明星不可承受 是一般人不愿意接受 所以也可以承受 对不对 你要我论证吗 您方告诉大家说 明星的代价也不是不可承受 那意思就是可以承受 我刚刚说的不是这句话 好 二变 那您告诉我 明星代价可不可以承受 它的意思是 普通人都不能承受 而不是因为他是明星 所以他能承受 您方觉得摄影小哥 拿照相对你 哪里不可承受 我不想要被大家看到 我不够漂亮 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您不出门就可以 哪里不能承受 可是不能出门 还不能承受吗 我这么爱玩 你还不让我出门 是 所以就是今天很多女孩子 她都不希望别人看到 自己不好看的样子 所以化妆化得美美的要出门 所以这些女孩都不幸福 在您标准当中 如果大家出门 只看她的脸 她就不幸福 好 一变 今天您告诉我 看周杰伦只看脸吗 听歌啊 听歌 听歌 对 二变 所以您看 您方一变反驳 您方观点 看明星不只看脸 请问您 今天刘翔 您看她的脸吗 看啊 看 一变 今天您喜欢姚明 是因为她的脸吗 您如果永远只问 这样的问题 那当然 所以不是嘛 对不对 好 二变 您方告诉大家说 当明星没退路 没选择 您告诉我 上一次听到刘翔新闻 什么时候 昨天 昨天什么新闻 就是闲聊体育新闻 不是 在媒体当中的报道 您告诉我 刘翔上一次进入公共事业 什么时候 不记得 对不对 好 一变 所以您看 明星弹中事业 在这个时代 其实很快嘛 对不对 不快 不快 那你知道刘翔 上次什么时候吗 我不知道 但是有人知道 好 有人知道 二变 那您方告诉大家说 今天一个明星 他是担心过气 还是担心自己持续的红 他担心被过度关注 他担不担心自己过气 可能也不担心 他很红 他会不会担心 可能也不担心 也会担心 好 谢谢各位 好的 谢谢双方变手 接下来有请反方三变 盘问正方 一 二 四变之间 来请问一下一变 你好 我如果获得梦想 是不是一定代表我幸福 获得梦想和幸福 我觉得有自我实现感的部分 它会带来幸福感 这个没问题 所以不一定幸福 还是一定幸福 我觉得大概率是幸福 大概率是幸福 那请问二变 那今天如果获得梦想的代价 是我要失去我的妻子呢 你的梦想 就在你梦想规划中吗 不在 你的梦想不是失去妻子 那就不幸福 如果你重爱你的妻子 那不幸福 所以今天我们获得 不一定等于幸福 我们是看我们失去 是否我们能承受才是幸福 那再请问四变呢 今天明星是不是有些问题 是普通人不会遇到的 但明星得到的 能够解决的问题 也是普通人不能解决的 就是相同的 所以今天我们明星的 我们今天看做明星 幸不幸福 是看我们做明星的时候 我们其实所遇到的问题 我们能不能承受 对吧一变 不对 那应该是什么 因为包括他自己得到的东西 也包括他面对的东西 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 今天你得到多少 不代表你能幸福 但是你遇到的那些问题 如果不能承受 就不幸福 所以这是我们双方的一个区别 那再请问一下二变呢 今天我做明星的时候 我会受到很多关注 对不对 很爽 嗯 明星人们很爽 那请问四变 您看到我们明星很多时候 被狗仔队逼到跳楼了没有 狗仔队是不是一个可控的 如果代价可控 不急不急 就不是不行 那请问一下一变呢 今天明星是不是有被 关注逼到跳楼的 您方举一下可以吗 我们看到有很多明星都会跳楼 这是常识 这不用 这不是常识 哪个明星被狗仔逼到跳楼的 目前我没有看到 抱歉我们没有准备好事例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诉诸心证这个东西 就是其实有明星被 被八卦新闻逼到跳楼吧 压力很大 明星自己跳楼求关注 明星如果今天被逼到抑郁可以吗 那你举卷 那今天关小彤因为被网上的网民去骂 结果骂哭了 这是不是他也很不开心 这个是会不开心的 会不开心 那请问四变呢 今天杨子做了一个拍了那个欢乐颂 然后结果网上网民去骂他 然后他妈妈也不开心的对吧 不开心等于不幸福吗 生活中老板骂你 你也不开心 你就不幸福了吗 来请问一下一变呢 今天我做一个明星 我让我妈妈都非常不开心 我家人都不开心 所以你幸福吗 很简单 老板骂我 我妈也不开心 那请问一下 好 谢谢 感谢双方变手 接下来进入到评委发言环节 在该环节 每个评委可以向双方变手提出问题 也可以要求参赛队 对某些问题进行进一步的阐述 但参赛队无需在本环节进行回应 每位评委累计发言时间不得超过40秒 评委可以选择放弃发言环节 我们从刘灿先生先开始 我现在没有什么问题 咱们上半场基本上吧 论战场主要集中在大众娱乐明星嘛 但其实明星那个概念也可以延展出来 比如说明星的科学家 明星的企业家 明星的变手 各行各业都会有明星 当然可能今天不是咱们重点讨论的核心 但是如果能够简单地带到几句 我们在自己所在领域内 成为了这个领域内的明星 到底幸不幸福的话 或许会让今天的讨论变得更加的接地气一些 谢谢大家 谢谢陈秋实评委 有请曹丽评委 刚才我很认真地听到了我们上海代表队 他的这个立论 我认为他这个立论 首先对明星做了一个定义 那这个定义的话呢 我感觉对他以后的所有的辩驳 都会有一个非常好的这种机会和条件 谢谢 有请景毅评委 今天台下五位评委至少有三到四位明星辩手 然后你们刚刚举明星辩手 居然举了一个不在台下评委齐就座的人 评委表示希望听到你们的解释 否则评委不幸福 那个广东代表队这边 你们给的这个标准需要有一个非常强的支撑 就是如果你们认为普通人愿不愿意当明星 决定了明星信不幸福 那么我觉得普通人愿意当明星 应该是一个诉诸心证 才是一个诉诸心证的东西 希望你们能证明一下 谢谢 有请周文起评委 好 问正方 我承认想当明星的人 或者去当明星的人呢 他是渴望被关注和被认可的 可是有很多人真的被关注和被认可之后 他不太接受这一点 所以才会有压力大 才会有各种各样的明星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和家庭问题 那这一部分你们这么解释 问反方 你们说普通人自然是不愿意去接受那些烦恼的 可是我们知道 人愿不愿意接受一个烦恼取决于另外一个因素 是给我多少好处 比如说 我也不愿意接受烦恼被照相 如果你给我一万块钱 我随便你照 我能照到你破产 所以明星 不能说普通人不接受他的坏处 就叫做不幸福 那普通人愿不愿意接受他的好处呢 我觉得值得期待 好的 谢谢五位评委的精彩提问 期待台上的八位变手 能够在接下来的环节 对评委的提问做出进一步的解释 那么我们接下来 首先有请正方三遍进行半场小节 时间为一分三十秒 有请 好 谢谢主持人大家好 我们先来回应一下评委的问题 也是对方不友谈的最核心的问题 他们告诉我们说明星会有很多问题 但是我们讲人生在世 遇到问题不是不幸福 遇到问题你束手无策才是不幸福 今天很多人其实都有抑郁的情况 不仅是明星会抑郁 普通人也会抑郁 普通人抑郁没办法 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抑郁 可是今天明星抑郁能够找最好的心理医生 最好的医生来帮你做治疗 就比如说崔永元 他也抑郁大家都知道 那他抑郁就到上海来找 同济大学医学院最好的医生 来帮他做诊治 所以我们讲 今天明星他本身的资源和能力 能够帮他去解决 普通人也存在的问题 普通人解决不了 他解决不了 所以他幸福 这是第一层的回应 第二层的部分 今天我们讲 所有人其实都是在努力的工作 之前讨论996 他工作辛苦不辛苦 也很辛苦 可996玩的工资才多少 一两万 明星是很辛苦 我方也承认他的压力很大 工作了一两百万 所以我们今天才讲 说明星一分耕耘八分收获 在重情况下 明方还说 我太辛苦 我方觉得有点矫情 所以今天我们讲说 明星他失望得到大家的关注 是因为他的关注 在这个时代可以变现 可以变成他的生活所需 对方没有说 对我的家庭有问题 对方没有说 我失去妻子怎么办 今天你普通人妻子得到重病 你只能没办法 但是明星妻子得到重病 送到美国去诊治 全世界最好的医生 你的妻子就可以留得下来 这个时候你幸不幸福 对方没有说 这些都是我财富和能力带来的 可是明星的身份 本身给他带来财富和资源 帮助他解决人士的问题 为什么不幸福 对方解释 谢谢各位 谢谢正方三变的小节 接下来有请反方三变进行半场小节 时间同样为1分30秒 有请 我觉得今天我们是青年组 我不想跟大家太多的再用技术上去打 我想要真的去跟观众去讨论一些问题 其实我们大家拿到这个变体的时候 我们也不知道明星幸不幸福 因为我们没体验过 可是这几天有了摄像头 我们站在剧场灯下的时候 我们真的体验过一把明星的感觉 就在昨天我坐在 但我坐的是反方二变 我们打了天津队 我们打了一场比赛 最近我的状态特别差 在打天津队的时候 我们看到网上的评论说 反方二变好菜啊 反方二变好弱啊 反方三变小姐姐我为你打哭 反方四变好帅啊 永远是说我在这个位置上 其实拖累了整个队伍的发展 我看到这些评论的时候 我心很碎 因为我们真的没 为什么我们看到人家获得的时候 我们总觉得他们很幸福 因为我们没有体验到 真正知道他们背后的心酸 我们真的不知道 光鲜背后的黑暗和阴影 我们真的没有办法 所以今天我们其实想要告诉大家的是 明星背后他其实要承受的压力 不是那么简单的 杨子拍了一个好电影 做了一个好演员 但是他背后被骂了 他妈妈就哭了 他妈妈都要承受他做明星的代价 黄晓明因为他的名气很大 他女儿都要遭到骚扰 普通人需要吗 我们的确我们好像很想要明和力 可是有了明和力 你真的就幸福了吗 刘强东很有钱 可是他做了一些小事情 他也不幸福啊 所以不是看不到什么 谢谢反方三变的小结 那么本环节结束之后 请问一下反方是否采用棋息 好 反方选择了不棋息 那么接下来进入到战术暂停环节 在本环节 正反双方变手可以在变手席上 与几方变手自由讨论 双方共同计时两分钟 另外在战术暂停环节 正反双方可以申请一次换人 一对一场比赛最多更换两人 换人由在场教练发起申请 教练不在则由队长发起申请 换人流程必须在暂停环节内结束 否则示威无效 即时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的 战术暂停环节结束 请双方变手调整状态 那么由于反方的教练发起了换人的申请 我们有请新上场的队员进行自我介绍 反方四辩 翟欣林 好 感谢双方变手 那么接下来到了大家最为期待 也是作为精彩激烈的自由辩论环节 在本环节双方各有四分钟时间 正反双方交替发言 双方变手均不可打断对方 一方落作即时为另一方 即时开始 由正方先开始 有请 好 他们说为什么不幸福 因为有人骂我 蔡你打得不好 对不对 那么反过来 我说你打得好棒 你很好 你是一个辩论明星 你就很幸福 对不对 李连杰曾经说过一句话 网上一句骂我的话 我会 战我的话我可能开心一天 马上骂我的话我能记一年 所以我们发现 骂的时候我们那种内心负面情绪 是可以保留很久的 爽子是一时的 明星真的没有那么幸福 请问对方辩论 今天我们忍受被关注所带来的压力 没有面具的压力 还是享受 还是享受粉丝所带来的喜悦 比较一下 坦白说是因为你当明星时间比较短 所以不太习惯 对方辩论 我之前和陈永开打比赛 打完比赛他输了以后 底下好多粉丝说 好心疼我们开开 我们开打他很棒 你看输了比赛有粉丝安慰 你输了比赛谁安慰 对方辩论 那你说既然受到了习惯 我们刚刚讲说 你们认为是享受关注 可是在我们看来是忍受关注 因为我们为了我的职业 为了我所谓明星的身份 而去忍受关注 那这样你难道认为是幸福吗 既然是忍受 那你别当明星不就是了 这年头信息爆炸 想当明星多了去了 不差你一个对不对 中央斌有讲到陈永开 陈永开在奇葩说里面 就讲到他出柜的这件事情 不断地被抨击 这就是你方所说的 大家都被关注 这是一种忍受啊 也有很多粉丝说 我理解 我认可 我理解 那么我觉得对方今天很矛盾了 今天我说你菜 高兴 对不对 不幸福 我说好 哎呀你关注我太多了 那你是不是自相矛盾 你到底什么时候幸福呢 明星最不幸福的地方 就在于这种矛盾 他为了可以有自己的私生活的时候 可能会因为名气的低落 而让自己不幸福 可是又为了名气的追逐的幸福的时候 又会让自己的个人的边界 生活被不断地去侵蚀的时候 这也是不幸福 你方怎么解释 这种矛盾的不幸福啊 我觉得这个问题主要在于作 就是 根据你这个说法 这是个没法获得幸福的人 而不是明星本质的问题 你也说了明星人气低落会不幸 所以是不是当明星爽 一只明星就可以一只爽呢 那我倒想请问您了 您方认为什么样的明星 又不作 又能享受 又能有名气 又能拥有所有的一切啊 四个字 得意双心 那我 那我今天郑爽 郑爽是一个清纯玉璃 我只是很累了 抽根烟 为什么都要被骂 对 王菲抽烟 就不会被骂 所以今天你自己挑了一个自己不是的人设 硬去扮演那个人设 当然很辛苦 可是你做自己也可以当明星 哪里辛苦呢 做自己做不了明星 你没有一个人设的 你没有一个人设 谁会完美 但是人 明星是被喜欢成完美的人 只要你有一点不好 他就会被骂 即便您说的王菲 我们说另外一个王菲 戴安娜王菲 被车撞死的时候 还能被现在拿来炒作娱乐 你不觉得他们很惨吗 白的王菲 实际上是这样 不遭人计是庸才 你作为明星 第一天知道你会被人骂吗 但你最开始的时候 你不习惯 好多人骂你 哎呀我计好久 可是在过一段时间之后 你会发现 你求着人骂你 因为如果没人骂你 意味着你不火了 懂吗 所以这跟幸福有什么关系 宁方的幸福到底是火 还是习惯 还是忍受啊 对 王菲 今天关于习惯是回忆宁方 被骂宁方 心里不太舒服的部分 我们幸福是其他部分的论证 所以还想请教宁方 宁方跟我们谈家庭的问题 今天我的母亲生病了 然后我作为明星 可以联系到最好的医生 帮我母亲诊治 您告诉大家 为什么不幸福 所以对方病友是告诉我 今天有人骂明星 只要他习惯了 他就会感到幸福吗 我告诉您 这是一个权衡利弊之后 他选择的结果 因为幸福比不幸更多 我给你举个科学的例子 今天霍金是个明星科学家 他也通过自己的明星影响力 让更多人了解科学 他实现了自己的成就感 您告诉我 在当明星知道他哪一点不幸福 所以对方病友是告诉我 明星被骂也是应该的 叫做幸福 这个是我不能理解的 对方病友 霍金的例子您没有回应 霍金也有很多人关注 他做各种各样的科普 他说霍金教授 我好喜欢你 为什么他不幸福 可是对方病友 霍金的幸福在于 他研究理论物语 他的幸福本身不在于 他要当明星啊 对 也许他本身不是要当明星 可是他客观上成为明星 更多人因为他喜欢上物理 你觉得当霍金知道这点时候 他是很痛苦还是很幸福 他会很无感啊 因为他本身就跟明星没有什么关系 他只想研究自己的领域 在自己的兴趣里面很幸福 怎么会无感呢 他是一个科普 他以科普为人 通过当明星 实现了自己的科普梦想 达得偿所愿 为什么不是幸福 您方只看到他实现科普梦想 可是霍金的私生活的问题 我想我们在座很多人也都了解 那这样的一个明星 他已经是一个坐在论语上的一个科学家 我们还要去讨论他和 他的下一个妻子的这样一个生活关系的时候 您方认为他幸福吗 我方没看到哪里有不幸福的部分 就很多有名的人 我们都会去 或者说很多人 其实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 可是他们是想被别人讨论 别人都懒得去讨论他 这个时候他可扩进他 通过自己的那种知名度 使得更多人喜欢上他喜欢的物理 就好像我们辩手通过自己努力 让更多人喜欢上辩论 您方告诉大家 作为辩手你会觉得很痛苦 那为什么陈冠希的女儿被骚扰的时候 他要打那个主播 为什么黄晓明的女儿被骚扰的时候 他要此刻到底 对方表就算我不是明星 我的女儿长得很可爱 路上有人去骚扰她 我也会不开心 所以问题在于有人骚扰她 可是明星差别在哪里 别人骚扰我女儿 我只能自己上 有人骚扰我女儿 如果我是明星 我让我的保镖上 对方表问题就在于 普通人不会面临陈冠希这样的问题 今天不管是霍金的私生活也好 戴安娜导致的黄氏的亲戚的绯闻也好 还是说今天陈冠希的例子 黄晓明的例子 亲人遭受到这样的痛苦 您方的种种收获 您方是愿意用亲人的痛苦 换您方的利好吗 普通人遭遇到问题多了 比方说所谓的虐童问题 比方说所谓幼儿园的一些 不良的社会事件 不都会有吗 明星差别在哪里 可以出更多的钱 让孩子上更好的学校 可以保护孩子 这些人普通人具备吗 您方所说其他问题 我们有公安局 去可以解决的事情 可是明星带给我们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明星和普通人 是带着更多人来骚扰我的女儿 带来更多的关注 去骚扰我的女儿 我平时只可能我的女儿可爱 然后我只有一个陌生人在骚扰 现在你有一堆陌生人骚扰 是不是很不幸福 对方表首先您方要论证 这种心想很普遍 您方取道现在只有陈冠希 一个例子而已 对方表还要请教您 同样是今天小孩的问题 今天普通人上一个好的学校 辛辛苦苦买学去 防明星一句话就进去了 谁比较幸福 所以在您方看来 幸福不是当明星 而是幸福是有钱 有资源 有权利 有名气 这是明星的幸福吗 这难道不是一个其他的 在您看来不是明星的普通人 也可以达到的吗 当明星必然有这些 所以当明星很幸福 您不是论证我方观点吗 而且您说陈冠希不愿意女儿 但我们看到什么 许多明星带着孩子上节目 爸爸去哪儿 孩子很开心 父亲也很开心 您告诉我 这哪里不幸福 可是我当一个普通的商人的话 我有钱 我不需要享受这样的关注 我可以买很贵的东西 也不会有人去指责我 当着所有人的面 说我是一个奢侈的人 或者是怎么样 而您方的明星 不仅有这些东西 他还有比其他普通人 承受更大的压力的时候 您方告诉我 他的衡量怎么更幸福了 不对 我搞不清楚 为什么您方说 我这个明星 我只能关注他的私生活 只能关注他的八卦呢 在霍金的例子里边 我们的霍金的粉丝 可以跟着霍金去探索宇宙 在韩寒的例子里边 粉丝可以跟着韩寒 去进行思考 去喜欢赛车 为什么明星对于粉丝 没有引导作用 粉丝只喜欢八卦 为什么 所以您也发现了 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假如是明星的话 我们没有办法确认 这些粉丝关注我的 到底是什么 可能像周杰伦 他是希望通过一个歌手的身份 让更多人听他的歌 但是很多人也可能是 去关注他的其他方面的 生活的问题的时候 他有没有把他自己 想要做到的东西 呈现出来呢 所以很简单一个问题 你告诉我这么多的问题 这么多的困难 到底有多少的普通人 不愿意做明星 给我数据 谢谢 那请您告诉我 有多少普通人都想 有多少比例的普通人 想要做明星 每年艺考的时候 你到那个中系 北影门口看看 就知道多少普通人 那您说到了艺考 那我们看每年高考 大部分人 有多少人只是参加艺考 坦白讲 条件不够 好 双方时间到 感谢双方变手 带来的精彩交锋 为我们呈现了一场 精彩分成的自由辩论 那么自由辩论环节 倒是李舅告一段落 请问 反方是否采用棋席 好 反方选择了不棋席 接下来进入到 本场比赛的最后阶段 总结成词 首先有请反方四辩 进行成词 时间为三分三十秒 有请 谢谢主席 其实我接刚刚对方 没有东西叫做 很多人没有办法做明星 叫做条件不够 那如果按照年方 今天认为做明星 是幸福的事情的时候 像我这样条件不够的人 我也想要做明星 我会不会更痛苦 我会不安于我的本职工作 在这样一个 网红爆炸的年代 每一个人都想在网上 拥有更多的粉丝 每一个人都想做网红 结果条件不够 他会不会更痛苦 希望您方给我解释一下 而且今天我们这个问题 在一边我们讲得很清楚了 我们台上的每一个人 都不是明星 甚至我说一句 不太好听的话叫做 我们在场的所有人 都没有一个 今天我们能够讨论到 那种程度幸福的明星 我们都还是普通人当中 可能像我们的评委一样 是稍微更有名气一点 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如何去体验 明星幸福还是不幸福 自非于焉殖于之乐 而今天他们有告诉我们 什么 做明星幸福 因为他有钱 因为他有名 因为他可以通过 他的名和钱 接触到更多有权利的人 可以解决更多的问题 对要没有 这是明星的幸福吗 我再问你一遍 这是每一个其他行业的人 也可以达到的幸福 而明星意味着什么 明星还要带来的是 名气的问题 您方从来都没有正视过 明星会给他来的负面效果 我们说今天为什么讲 幸福 或者说为什么讲明星 幸福还是不幸福 我们要搞清楚 幸福是什么 今天对方没有告诉我们的 幸福都是钱 都是我们有钱可以解决问题 我们有什么东西 可以解决问题 可是对方没有 包括您说的 有粉丝关注 可以让我缓解我的痛苦 缓解我的压力 可是对方没有 先有痛苦 先有压力 才有缓解 是先有了这些 让我们感觉到不幸福的事情 比如说 你们刚刚讲 明星碰到了问题 他可以找律师 可以找什么东西 去公关 可是问题已经爆发了 我假如我是这个明星的话 我的这些生活的隐私 我的这些个人 不想被人窥视的生活 已经被人看到了 您告诉我 可以有方法补救 这种补救是幸福吗 难道我可以就这样 堂而皇之在这里说 没所谓 我根本不在乎 这些不幸福的事情 我根本不在乎我的隐私 我根本不在乎 我以后退休的生活 反正我到时候可以解决 可以弥补 这叫做幸福吗 对方没有 所以说我们今天讲 今天我们要说的 真正的幸福是什么 其实我们说 幸福是一个很难讲的东西 当然我们可以认为 有钱 有好的家庭 有各种 有亲密的关系 叫做幸福 这是幸福的基本 可是对方没有 这些幸福很可能 是短暂而稍纵即逝的 那这些幸福 是真正的幸福吗 在我方看来 幸福是什么 幸福是我们 可以有一个暂时 逃离这些痛苦的状态 比如说我们工作 累了一天回到家 有家人的温暖 叫做幸福 比如说按照 您方的这些明星 他有一天可以 退下自己明星的身份 让自己可以回归 自己的状态的时候 叫做幸福 这才是所谓的幸福 暂时逃避 可是明星 为什么我认为 他不幸福 是因为他逃不了 他会形容一种矛盾 叫做 我如果想要获得 有名气的幸福 我如果想要获得 有粉丝关注 有钱的幸福 我会没有办法 做回我自己 我会不断地被人 侵入我的个人的视线 然后让我 没有办法自由地生活 而如果我想要 获得自由 我想要暂时逃避 关注 卸下防备 我就没有名气 我就变成了 您方过气的明星的时候 我的幸福在哪里 所以说希望对方 一会儿明确地告诉我们 做明星为什么幸福 而不是做明星 他付出的代价 会远远超过他的所得 谢谢 谢谢 反方思辨 下面有请 正方思辨 时间同样为 三分三十秒 有请 好 我理清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什么叫幸福 什么叫不幸福 今天 人场跟我谈的是什么呢 他说做明星 会有些不快乐 有时候会愤怒 有时候会困扰 这个叫做不幸福吗 任何一个人在生活中 都可能会遇到困扰 比如说隐私 作为一个普通人 也有可能出现 电脑被控破的情况 也有可能出现 重病毒的情况 也有隐私权的困扰 这就等于不幸福吗 做明星被人骂 可能会有困扰 普通人也会被人骂 普通人也不幸福吗 所以如果按照正方 这些论证 所有人只要有一些困扰 那通通都不幸福 这是第一 第二 对方说这个困扰 好大 真的好大 但事实上 他举出来的例子 一点都不大 比如说 我不能冲烟 我觉得这是好事 我也想戒烟 戒了烟 就是不幸福吗 我不认为是这样 那有的时候说 我的孩子可能会受到关注 还要关注 就一定是不好的事情吗 我把我的孩子 送上爸爸去哪儿 他也成为了童星 这是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同时 比如说 在韩寒这样的例子当中 在霍金这样的例子当中 他拥有巨大的利得 比如说韩寒 他原来是一个作家 他只是写作 但在写作过程当中 他积累了一定的人脉 一定的财富 他可以玩赛车 他可以做导演 他的人生境界 人生体验 是普通人体验不到的 他所获得的 这样的收益 是普通人获得不到的 那么普通人 不能够去解决的那些问题 普通人的那些不幸福 我也跨越了 跨越之后 你就能说他不是幸福吗 他仍然幸福 只是我到达了一个 更高的境界 这样一个境界里边 我追求的东西更难 你普通人没有碰到 但是不代表 有这个困扰 就是不幸福 比如说 我可能相对有更大的压 但是有压力 就等于不幸福吗 我们举个具体的例子 比如说 我们前面说过 普通人 可能相对遇到抑郁 或者说抑郁情绪的时候 没办法解决 贾森比伯的女友 叫戈麦兹 这个女明星 也碰到过抑郁情绪 她怎么做的呢 她有一个完整的 心理师的团队 使用了一套 马术疗法 是普通人接触不到的 最好的心理疗法 很快解决了问题 所以我们想说的 关键在于哪里 可能有更大的压力 但是这个压力 是完全可控的 因为你有更多的选择 更强的能力 如果一个避触 是可控的 那么它就不会 导致我的不幸福 这是我方强调的 第二 从例子上说 最后上说 明星最不幸福的一点 是什么呢 你做了明星 你一辈子 只能是明星了 你再也脱不下来 这个帽子 或者说这个光环了 但为什么这是一个坏事呢 我们想一想 明星和粉丝之间的 关系是什么 不是说 粉丝就是 喜欢看我的阴思 喜欢看我的八卦 周杰伦的粉丝 是因为喜欢听他的歌 霍金的粉丝 是因为热爱他的理论 敬佩的知识 这是一个常识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明星去引导粉丝 实现自己最高的个人价值 我认为是武藏的幸福 谢谢 谢谢 谢谢盛方思辩带来的总结 那么总结趁次环节结束之后 请问反方是否采用其息 好 反方选择其息 其息的剩余形式为质询 时间为两分三十秒 请工作人员调整计时器 好 请开始 请问一下学长 我今天选择做了一件事情 就等于我幸福了吗 你选择做这件事 这件事你想做并且做成了 当然是幸福 想做并且做成就幸福 所以我们今天所有人去 做996的工作就幸福了吗 很多人他不想做996 没办法 只能996 没办法 所以做了一件事情 不等于幸福 即便我做成了也不等于幸福 有可能因为996我们就不幸福 这个是我们的共识 所以要你自己想做 今天我们没 如果是今天我们明星 有减入失意 有色又简单 退不下来 是不是很不幸福 所以在明星的时候 要规划好自己的退路 所以那如果今天你退下来之后 还是会不断地被关注 还是会不断地有人看着你 你今天做错了一件事情 还会被曝光 怎么办 持续红不是挺好 所以今天对方没有 还是在逃嘛 今天我们不想红的时候 我们退回来的时候 还是被逼着红 我们做明星没有得选 我们没办法 像996一样没办法 所以你这个东西 没有办法认证临方立场 如果你不想红的话有办法 再请问一下对方没有了 今天死了之后都要被娱乐 这很幸福吗 死了之后被娱乐 还要被娱乐很幸福吗 死了之后被娱乐 是一个不幸福的点 对 是一个不幸福的点 那今天我不能 不能自由地选择 我拍不拍拖 是不是也不幸福 不能自由地选择拍不拍拖 很多人都不能自由选择 你喜欢姑娘 你妈不喜欢 就不能自由拍拖 所以不能自由地选择拍拖 也是一种不幸福 就人生很多不幸福的地方 如果我不能自由地选择 我能不能结婚 是不是也不幸福 很多人都是这样 所以看到没有 很多人 陆涵今天他不能选择 自己自由地拍拖 他不幸福 刘德华不能选择 能不能自由地结婚 他不幸福 陆涵拍拖之后 粉丝就会变成黑粉 他没有办法做明星 做明星的限制太多 面具太多 所有东西逼着你 不能不这么做 你不幸福 我能不能回答一下 再往下好了 好 那今天如果用家人 换取成功 信不幸福 成功可以换取家人 更好的收工货 没事 那如果今天用家人 换得成功换回来呢 是 如果说 你想要的是 又要有家人 又要有成功 我告诉你 当明星也可以实现 好 那今天 如果我的成功 必然导致我的家人 会受骚扰 信不幸福 我能够通过我的方式 去避免我的家人 受骚扰 所以对方朋友 还是没有在回答 今天我们做明星 看到黄晓明 看到陈冠希 他的家人 依然会被骚扰 所以我们很不幸福 今天我们不是想要用 对方所说的成功换 去家人解决问题 我们还有其他方案 谢谢 没办法 像996一样 谢谢反方三变 那么本环节结束之后 接下来进入到 本昌比赛的新增环节 若我是你环节 在本环节 正反双方可以排任意变手 进行时间为一分钟的陈词 若双方均申请 则由反方先发言 在本环节 双方变手必须站在对方立场 阐述假设几方抽到相反立场 会怎么立论并展开 请问正反双方是否申请该环节 请举牌示意 好 正方选择了申请 反方选择是 请举西西善示意我 好 反方也同时选择了申请 那么我们从反方先开始 有请 谢谢主席 其实是这样 如果我今天是作为明星更幸福的话 我认为的幸福应该是 接着对方的思辨继续讲 叫做我有更多更丰富的人生体验 这种人生体验并不是在于说我有钱 而在于说 我比如说我是一个歌手 我可以把我自己的梦想的实现 我用更多的 把我的声音传给更多的人 而如果我是一个演员 我可以去演一个更好的话剧 或者说演不同 各样的角色 去体验不同的人的生活的同时 让更多人看到 看到我的演技的同时 看到我所扮演的角色 他的人生 他的生命 他的思考 这种体验的本身 才是一个明星的幸福 而这种明星的幸福 还有一个更多的体验叫做什么 叫做 我不是一个单纯的我的一生 我可以人设 没有问题 我可以在我20岁到30岁的时候 扮演一个人设 在30到40的时候 是另一种颜色 40到50 又是另一种人设的时候 我的人生 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体验丰富 而这种体验丰富 才是做明星真正的幸福 谢谢 谢谢 反方四变 那么接下来进入到正方的 若我是你环节 请问是 好 有请 这个题的体验啊 其实是在我对变的时候 第一个问题问的 当明星是主动让人被动的 今天我们场上讨论 都是主动当明星的 文娱明星 包括科学家里霍金 但其实不是的 明是什么 是天空中那么多星当中 最亮的那一颗 360号好好有明星 学者可不可以有学者明星 医生可不可以有医生明星 对不对 我们科学家 也有一个明星科学家 明星 他们的明星不是自己追求的 是因为他们做出了成就 而被推出为明星 这种明星是他们想要的吗 如果当明星是自己不想要的 那么接下去论证 他不幸福就很好讲了 今天居里夫人当了明星 他还不想要 他会觉得干扰我的 干扰我的科学研究 袁隆平当明星 图优当明星 或者一些医师当明星 他会觉得很糟糕 因为那么多人打扰 妨碍我正常事业 明星这个身份 只有当他拖累的时候 才是不幸福 而360行 绝大多数行 其实都不是主动当明星 只有那少数几行 才是主动的 所以某会聚焦于 被动的部分 谢谢 感谢正方二变 那么本环节结束之后 我们全场比赛的正式环节 就已经全部结束了 谢谢双方变手 为我们带来的这场 精彩的比赛 那么接下来 有请评委老师打分 并请工作人员收集评分表 然后呢 我们是要张开 地评分表 好的,有请评委退席评议本场比赛 稍后我会为大家揭晓本场比赛的具体赛果 那么接下来进入到观众提问环节 如果在刚才的比赛中各位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自由向台上的八位变手进行提问 好,我们首先把话筒给到右边的这位男生 请问一下正方 是这样,你们说做的明星这部分人是在文语演绎这一方面相对来讲 会很有名气的一部分人,然后也做得很好的一部分人 可是当你的粉丝在线下见到你的时候说 然后说请你过来签个名给我拍个合影 然后我觉得你好帅,每次这样看到你的时候 他们给你的反馈是,他是因为你的言,因为你的名气 然后因为大家都知道你,所以才跑过来找你 而不是因为你真正想体现的那些 比如说你的演技,比如说你的作品 他们真正在care你的那些东西 反而不是你最努力做的那些事情 那这种情况下,他们如果给到你这样的反馈 你们作为正方,我想听听你们是怎么去诠释这样的一个点 我觉得不太能理解,当然没有人说我好帅 但如果真的有个粉丝这么上来,我超开心 这个居然都能被人认可,更何况是专业能力 我的意思是,就一个人被认可总是一件开心的事情 我们虽然会有夸夸群相互表扬 不管是真的假的,听到赞美总是开心的 所以我不太理解,人家赞美你还非要特地赞美某一点 赞美别的点不开心 我觉得这个是属于心态上不太健康 我们应该就对大家至少对夸你的人更多的宽容吧 夸你还要些,我夸得不好 我觉得这个有点过分 但是你真正努力想要表现的那部分东西 比如说你演进你的作品,反而没有被你的粉丝care到 所以你应该多发微博嘛,多发点作品,说求夸对吧 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多夸你的作品了 要有引导 好,谢谢这位观众 那么我们就请把话筒给到旁边这位黑衣服的女生 我有一个疑惑想请教一下正方 就是在明星这个领域 我们大部分人认为它是一个竞争很激烈的一个领域 然后正因为是这个样子 就所有人都很努力地想要往上攀 所有人都很想要站在最亮的那盏聚光灯之下 所以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心态 他们就会去努力去吸粉或者去求关注 从而这样的一个努力的过程让他们走到了那个顶端 但这些换来的仅仅是他们的 我们怎么说叫做地位 但是我收获了地位这件事情 等不等同于我真的幸福 或者说他有没有在做一件事情叫做 我牺牲了我的幸福 从而换取了我的地位 就是我觉得这中间好像缺一个必然的联系 就叫做我收获得到了我想要的 但是我却牺牲了我的幸福 有没有这样一种情况 还有一个顺带的一个小疑问 就是说刚刚有提到一些被关注啊 被骚扰或者抑郁 就这些东西我认为是可以但是没必要 就这个病你可以说我生了这个病 然后我可以找到最好的医生 但他本可以不生病 所以我觉得就这两个小方面 我有一点点的小疑惑 好 先回答第一个问题 我觉得作为一个比如说作为一个艺人 我从一个一开始的练习生到最后成为明星 这其实是一段过程 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一步一步地打拼 如你所说竞争非常激烈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会牺牲自己的业余时间 甚至牺牲自己的一些健康 甚至是时间陪伴家人的时间 我们都认为都OK都认可 但当你成为明星之后 其实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所讲 你拥有的不仅仅是地位 是你这个地位在现实的世界当中 可以帮助你转化成很多 帮助你实现幸福的资源 而这些资源是帮助你实现幸福的路径 所以我不是说地位直接就等同于幸福 而是说当我拥有这个地位 包括我的财富 包括我的人脉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去实现幸福 比普通人来说有更多的手段和方法可以实现 这是第一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问题 不好意思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来着 就是说那些所付出的代价 他们可以 但是没必要 OK 了解你的意思 其实不见得真的可以 因为包括像抑郁的问题也好 包括一些健康的问题也好 这其实是时代的原因 倒不仅仅是明星的原因 因为其实没有任何的一份研究 或者资料能够证明说 明星它的抑郁的概率 相较于普通人来说 它的比率是更高的 我们最多能够看到的事情 只是从不同的职业来做划分 有些职业它可能压力比较大 但是没有资料说你越往上 你的抑郁的概率其实就越高 所以在我们看来 就每个人都会遇到抑郁的问题 只不过可能明星受关注比较多 它的抑郁的问题 大家知道的会比较多一些 仅此而已 所以这是我不觉得它是可以避免的问题 确实不是可以避免 就是明星这种所谓的压力 这种压迫下会不会加剧它的这样一个趋势 或者说概率 我也没有查到数据 但是我觉得确实被曝光出来的很多明星的现象 就他们好像真的挺惨的 简单说一下吧 简单说一下 就是任何职业都会有职业附着特定的压力 就医生也会有医生特定的压力 教师也会有教师特定的压力 医生会有商医 教师会有家长这些压力 别的职业所不会有的 明星会有粉丝 这是职业特性 但是没关系 如果你选择它 你对它有认知 你接受它的弊端 也享受它的好处 你权衡之下 更愿意接受好处 这就是幸福了 这个其实明星在这一点上 和别的职业没有差别 感谢这位观众 感谢这位观众 也谢谢正方便手的解答 那么今天看到在场的各位观众 在提问环节都非常的踊跃 相信大家一定对这个辩题 有非常多的思考 那么也欢迎各位能够在场下 继续与台上的八位辩手进行交流 那么我们观众提问环节 由于时间关系就必须要结束了 接下来呢 有请陈秋实先生 对本场比赛做出点评 有请 好的 谢谢主席 谢谢两队带来的精彩的表现 在这个今年的比赛当中 遇到我的概率会特别高 不是因为我的点评能力强 而是因为其他评审多多少少 跟各个战队都沾亲带故 涉及一些学长学弟的关系 而我的母校呢 是一个地方院校 我的母校从来就没有杀进过小祖赛 我不需要有任何回避 这就是名校毕业生 和我们这种普通院校毕业生 一个重大的差距 你背负了一些责任 当然了也享受了很多资源 你们发现没有 正方三变长得像某位明星 相声大师侯宝林 绝对是明星 对吧 但是侯宝林先生 在那动荡的十年 所遭遇的事情的经历 可能大家不知道细节 就是文艺界的人 是有一些在特定历史时期 可能会背负着一些 我们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 这也是不只是在中国 在世界各地都是这样 以前叫三教九流 一流玩马 二玩猴 三流修脚 四地头 七忧八娼 九吹手 演艺人是在过去漫长的 历史岁月当中 是和娼妓归于一类的 对于他们来说 人生最美好的归宿 就是老来嫁做商人妇 那么我个人的经历 是我做律师 在北京我所从业的范围 主要是和影视公司 传媒公司 还有一些经纪公司打交道 所以对这个行业 社会可能八卦了解的多一点 明星只是我们大众眼中的明星 咱们估计也看过一些八卦新闻 比如说八九十年代 香港的著名女影星 在这个富豪们 大佬们的宴席酒桌上 被人玩弄的 甚至身体都受到伤害 即便说在过去两年里 芳华的女演员 很漂亮 很清纯 要在老男人的酒桌上 要求你光脚给她跳舞 它是一个产业 环境当中的一环 甚至是整个娱乐产业当中 最底层的那一部分 在大众眼中 你光芒万丈 但在行业大佬的眼中 你可能什么都不是 怎么成为明星 这个明星可能 明星在今天的这个娱乐产业当中 已经是被生生制造出来的 大佬想让你成明星 你就能成 你可以没有任何才艺 你只要有一张脸 集团给你买热搜 给你买评论 给你买水军 就可以把你制造成一个明星 我曾经给韩国的一些经济公司 做过他们的一些合同 也处理过一些纠纷 那合同基本跟卖身器 没有啥差别 但是也能够体谅 就是一个公司可能投入巨资 养了四五个男团女团 这四五个男团女团 从十几岁进行培养 培养到二十年出头 或者十八九岁出道 可能只有一个男团能 这个团当中 可能只有一个人 能够成为什么颜值担当 最后能够赚钱 不好意思 蛮有问题 然后这一个男孩 叫背负起 过去这个公司 几十年 十几年 投入的所有的财力的回报 就是所谓的抬柱子 当年在曲艺圈里 叫咱们是冲着梅老板去的 是为了看哪位老板 才去看你这戏 那这位老板倒了 你必然整个西班都不在了 所以在这个产业链当中 明星其实有的时候 所遭受的东西 是我们难以想象的 因为今天这个题 我们从客观上讲 尤其说到大众明星 很多人想当然的认为 明星有钱有利有名 肯定过得幸福 那我们就来剖析一下 明星背后的那些小故事 比如说 对于美国黑人来说 他们认为 阶级固化严重 种族主义严重 所以美国黑人穷小子 如果你想翻身的话 大概两条路 做运动员 或者做嘻哈歌手 成为嘻哈明星 大金链子 我叫一辆法拉利 确实在人眼中 看起来很幸福 但是嘻哈歌手们 涉毒 飙车 开枪 这种事情也很普遍 名气带来的 这种心理上的负担和压力 其实是我们今天没有论到的 很多孩子是因为迫于无奈 他不干明星 他干不了别的 很多是穷小子 穷姑娘 家里面欠着债 被迫要进入这个演艺圈 莫名其妙 他真的红了 在他红之前 没人拿他当人看 甚至他只是大老门的玩物 当有一天 翻身浓浓把歌唱 你们所有都拿我当人的时候 为什么明星要耍大牌 我终于有资格可以耍大牌了 我当年所受的冤屈痛苦 今天我要报偿回来 而这种巨大的心理落差 可能会造成人格的扭曲 为什么有很多明星 包括很多 爆出了一些贪官 有大量的情妇 有了情妇以后 还要涉毒 因为在自然环境当中 人所能够获得的快感 最强烈的就是性快感 当明星或者说这些贪官 已经玩弄过诸多女性之后 她如何再获得更强烈的快感 只有毒品才能满足她们 只有飙车 刺激 各种各样的刺激 才能够让他们得以心灵的慰藉 所以很多明星 最后走向这样一个归路 我们今天讨论的 其实有个重点 是两块 一个是明星 还有一个是幸福 我知道咱们理性偏重的变手 很少去讨论那种 特别感性的 幸福那种 很软痕的东西 很虚的东西 但其实 幸福有没有一个客观标准 我们举个例子 健康的身体 美满的爱情 幸福的家庭 健康的子女 这些应该算是幸福的标准吧 但是有多少明星 连这些最基本的人 所应该具备的东西 他都得不到 成龙先生 名利双收 飞机开着 跑车开着 大庄园有着 自己身上几十处骨折 十几处钢钉 这个成就基本是 得被汽车连续撞七八次 才能达成 那他的婚姻呢 小龙女和小龙女生下的 那个小女孩现在是什么样子 他的子女吸毒 涉及了这样的问题 包括他自己的一个身体状况 等到再到晚年的时候 有很多中国第一代的 武术类明星 这种武侠片的明星 包括前段时间演 少林寺的这个 秃鹰的演员 中国第一代的武打明星 五十几岁 就英年早逝了 他们所受的身体伤害 比一般运动员还要大 当然更可怕的就是 不得善终 有善史而没善终 到了晚年 甚至晚节不保 比如咱们从小 特别喜爱的 六小龄童先生 稳来安安稳稳地 去过好普通人的生活 就可以了 但是最后 非要变成一个张口就来的 一个奇异人士 所以这或许是 我们所能够了解到的 我们平常生活当中 不了解到的 明星的世界了 但是我其实今天也特别期待 大家能够把明星 从娱乐明星 大众明星这块延伸到 咱们刚才正方也提到的 不同产业当中的明星 互联网这么发达 有人说每个人都能够出名 15分钟 各行各业都会被包装成明星 之前我们讨论过 匠人精神之类的 如果说这个明星的概念 可以更延展一些的话 可能跟所有的观众 都会更加贴切 包括我们今天 如果能够把幸福的标准 能够进行一次一次的重申 那个健康的身体 美满的爱情 幸福的家庭 友善的 茁壮成长的子女 是我们每个人 只要通过努力 都可以达成的 我们没有办法成为大众明星 但是我们可以过得 比明星更幸福 我希望能够把这个观念 传递出去 谢谢大家 谢谢两队 非常厉害 谢谢 谢谢 感谢陈秋实评委 我们带来了许多明星背后的小故事 以及对于幸福的解读 那么接下来赛果已经在我手中了 首先要为大家揭晓的是 本场比赛的最佳辩手 他是来自正方的三辩杨浩 恭喜你 下面为大家公布 本场比赛的最终比分 正方比反方的票数为 五票对零票 获胜方是正方 上海俱乐部代表队 恭喜你们 那么我宣布 第九届世界华语辩论锦标赛 青年组淘汰赛第一场的比赛 正式结束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 请大家有序退场 我们下一场的比赛 将在大约十分钟之后开始 请双方变手一部舞台中央 合影留念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